你知道古代宫女那么漂亮 为何出宫后却少有人娶吗 其实因他们身上有一毛病 也正好因为这个毛病就连乞丐也不愿意娶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 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 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都是专制独裁的 这个独裁者就是皇帝 皇帝的权力非常大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颗做皇帝的心 普通人只知道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 但他们不知道皇帝比普通人的生活还要艰难 因为需要管理一个国家 一位明君每天的工作量是巨大的 而且皇上非平重多 后宫也是极大的 那么皇帝也不可能在管理整个国家的同时 再分心去扶持后宫 这时宫女和太监便出现了 封建时期 很多人家都想着把女儿送进宫中 因为在他们眼里靠近皇帝的话至少可以衣食无忧 如果有幸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 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或许可以平不清明了 历朝历代的宫女都为统治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皇宫中 要是将皇帝惹得不开心了 或者照顾不好的话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火 而虽然宫女和太监他们这种群体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奴仆 但是宫女和太监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宫女的身份和太监并不一样 古代太监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 大多数都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 然后才会想着进宫逃口饭吃 万一和皇上关系搞好了 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任务 所以说在古代太监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出生 而宫女就不同了 起码在清朝的时候 宫女的出生并不平凡 而不是什么穷苦出生 清朝的时候 皇宫对宫女的选拔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 内务府会将上三期和一些是高级官员的女儿都记录在内 然后内务府把名单交给皇帝和皇后进行预览和挑选 相貌出众的女性将由皇帝和皇后指挥 剩下的就充当宫女被塞进后宫 每年会挑选一次 在皇上和皇后选过之后 每个宫殿的妃子将再次选择 进宫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洗澡 把宫外穿的衣服烧了 然后换上你应该在宫里穿的衣服 然后老宫女过来给你传授宫廷礼仪和化妆技巧 经过半年的教学 这些宫女大多数都做着艰苦的工作 她们每个月收到的钱会有所不同 但即使是在宫里辛苦工作的宫女 月收入也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所以在古时候 尤其是清朝的时候 宫女的出身肯定是比平常人要好 其次她们拿到手里的钱也是较高的 虽然她们是服侍别人的 可是宫女们服侍的可都是血统高贵的人 在古代那么一个注重阶级等级的社会 尽管是皇宫里当差的卑微宫女 在她们出宫以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她们的身份还是尊贵的 其次 宫女在生活起居上要受到禁忽严苛的约束 举个例子来说吧 吃饭对于在宫中当差的宫女 要太见满意 她们在饮食方面时受到严格管控 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能吃味道很大的食物 比如葱姜蒜 辣椒 韭菜 茴香 鱼类等杂味重的食物 因为吃这些食物身上会留下意味 而且宫女们每餐不能吃太多 如果吃得太饱或者吃的东西很杂的话 那么便会很容易有拉肚子的情况出现 但对于在宫中的宫女和太监们而言 她们是不能想去厕所就去的 她们在伺候主子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外出的 一般情况都是要随时守在主子身旁 听从差遣 如果在上头当差 突然放屁打嗝 那更是大不进 不仅会牵连到他人 而且遇到主子心情不好 可能命都会没了 所以一般宫女和太监们都会安排好时间 严格控制食量 避免上厕所次数过多 避免自己受到责罚 并且每次上厕所都是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才能解决 并且还要立刻处理干净 否则也是会被受到严厉的处罚的 宫女们的作息时间更是变态到常人难以忍受 她们每天早上凌晨4点就要按时起床开始劳作 首先她们会花很少的时间来对自己的衣表衣容进行整理 然后便要准备这位主子服务 首先要整理准备好主子睡醒后所需要用到的一切物品 而古代人们起床之后的规矩是非常多的 所以单单要准备这一项就要花上很长时间 因此 这些宫女们受到皇宫中规矩的约束后 出落得十分得体 大方 不管是整理内无意或是持家等各方面都是常项 按理来说 这样的女人在古代堪称贤惠 为何当古代这些宫女出宫以后 却很少有人敢娶她们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没人敢娶她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们在出宫后都有个通病 那就是眼界高 或者说是心气高 我们知道 宫女通常需要多年侍奉在自己主子身边 多年以后 一切能力较弱且没有跟对主子的宫女 甚至连性命都要被他人拽在手里 人生在世多有不义 要靠主子的心情而活 这对于宫女来说是十分悲惨的命运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又愿意心甘情愿地入宫去伺候他人呢 在命运不公的安排下 进入宫中的女子便在入宫后盘算起了将来的生活 在她们来看 如果在二十岁以后敢出宫 凭借着在宫中积攒多年留下的钱 才嫁个好人家 日子还算有些盼头 但是对于那些没钱没能力 又耽误了适婚年纪的宫女 出宫后压根就无法没有找到好的归宿 一辈子都可能要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普通生活 谁都不想让自己过苦日子 于是 多数宫女在入宫后便开始为自己谋划未来 大多数是想摇身一变 从丫鬟变成公主的 不管怎么说 宫女们的眼界都是比没当过宫女的眼界高的 你看 她们不是想找个好人家 就是想攀上君王 已经在皇宫里见过奢侈生活样子的人 怎么可能再去寻一个普通条件的人了 所以 她们往往在出宫之后看到那些身份低微的人 心里就会生起鄙夷之情 而且宫女出宫之后 她们能够领到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若是一般人家向她们求亲 恐怕就那点拼命 还不如她们的抚恤金高 那她们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那些条件比宫女高的人也不可能和宫女澄清 因为古代是特别讲究能当户对的 即使是这些富贵家庭子弟答应 其父母往往不会答应 因此 正是这么一种尴尬的境遇 才使得宫女出宫之后 难以密得适合的人家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